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温暖人心的治愈美食日剧《深夜食堂》第三季,第三集 也是之前没有介绍过的一集 在繁华的东京新宿的一条小巷里,有一间小饭馆 午夜十二点开门,早晨七点打烊,所以被称为深夜食堂 因为老板的手艺非常好,而且什么都能做 所以这里的客人还不少 每天都有不同的客人在这里上演着温暖人心的故事 老板昨天做了芋头煮墨鱼,因为做多了 所以今天他就把剩下的接着炖煮,让香气在店里飘荡 李健小姐提鼻子一闻,说这是芋头煮墨鱼吧 老板夸他鼻子可真灵,于是李健就要了一份 而帽子叔也跟风要了一份,李健吃了一口,禁不住赞叹 太好吃了,帽子叔说,芋头和墨鱼实在是般配 李健让旁边默然不语的小伙儿赶紧尝尝 但小伙儿说他没有食欲,那小伙儿是李健新来的同事 佐佐木,他们在一家信用调查公司上班 佐佐木这些日子,看到那么多外遇和出轨的事情 精神受到了打击 李健说,人类的本能被婚姻强制从一而终 不出问题才怪了 呃,这女人把人性看得也忒透彻了 佐佐木问李健,为何要做这种工作 李健说,这可不是一壶酒能说清楚的 于是佐佐木赶紧让老板上酒 老板说,这里只能喝三壶哟 结果他们喝了五壶酒 佐佐木喝得不省人事 但酒基本都是李健喝的 李健说,佐佐木是一流大学毕业的 进了很好的公司 但处理不好人际关系 于是就辞职了 但现在却找了这样一个接触人性黑暗面的工作 李健用大力金刚掌把佐佐木拍醒 佐佐木醉得左摇又晃的 李健只好打车送他回家 冒着直夸李健是个女汉子 还说李健和佐佐木性格一点也不般配 但此时在车上,李健正握着佐佐木的手 佐佐木望着李健 李健朝他奄然一笑 这天李健又来到深夜池塘 帽子书小声给其他人介绍 说这就是那个女汉子 老板问,上次那个佐佐木没事吧 哪知李健说,真是没想到 他还是个楚男 众人一听都惊住了 帽子书说,你跟他睡了? 李健说是的 说之后他就不来上班了 信息也不回 说他给佐佐木发了邮件 约他今天在这里见面 不知道佐佐木会不会来 正说着佐佐木就进来了 他无比真诚的对李健说 能和我以结婚为目的进行交往吗? 哪知李健说 我为何要和你结婚呢? 说你别傻了 不就睡我一次吗? 说感情这东西可没那么简单 众人被女汉子擂到外交里嫩 说李健可以敞开身体 但不会敞开心灵 而李健则开始说自己的故事了 说十年前他有个优秀的未婚夫 某天他偶然在街上 看到未婚夫上了一辆出租车 喜欢看行真剧的他 就跟踪了那辆车 想吓未婚夫一跳 结果就亲眼目睹了 未婚夫出轨 之后他就每天跟踪未婚夫 渐渐的竟然跟上瘾了 所以他就跑到信用调查公司上班了 他还把未婚夫出轨的证据 整理成文件 跟未婚夫索取了赔偿 并解除了婚约 他告诫佐佐木 人不变得坚强 就没法存活下去 这天领导又交给李健一个 李健看了看 让领导把这个案子交给佐佐木 就当成是佐佐木转正的考试 而佐佐木现在也爱去深夜食堂吃饭 老板问他工作怎么样了 佐佐木说 虽然辛苦 但他会努力的 只是李健对他很冷淡 老板说 李健前两天还夸你努力来着呢 佐佐木一听来了精神 说调查完这个案子 他就可以转正了 到时候他会再跟李健表白一次 转天他就去跟踪了 被调查对象 一直跟踪到一个酒店 还用皮包上的隐形摄像头拍摄 果然一会儿功夫 来了一个女人 两人上了电梯 而此时 他也拍到了那个女人的脸 哪知那个女人竟然是李健 郁闷的佐佐木 约了李健在深夜食堂见面 将一达的照片交给他 哪知李健看了之后 并没有惊讶 还说拍的挺好 说那个男人 就是他之前的未婚夫 说前年他和未婚夫偶遇了 然后就旧情复燃了 佐佐木说 你不觉得对不起他的老婆孩子吗 李健说 并没有 说背叛远比被背叛轻松的多 佐佐木彻底迷茫了 说我真搞不懂你 说这个调查报告要是交上去 你会被开除的 而李健说 无所谓了 佐佐木很不甘的问李健 为何不选自己 而选那个人 李健说 我和他就像芋头和墨鱼一样 注定在一起会很合适 于是佐佐木伤心的要走 而李健让他将那份报告交上去 之后 那男人的妻子看到照片后 痛苦的哭了 而李健也被公司开除了 那之后不久 佐佐木约了那个男人出来 给他看了那些照片 那男人看到 李健竟然朝着镜头吐舌头 他顿时笑了 佐佐木很奇怪 问这是怎么回事 那男人说 其实李健早就知道被跟踪了 还说其实他本想离婚 跟李健在一起的 佐佐木纳闷 李健为何知道被跟踪 还继续 男人说 那天晚上 李健在酒店第一次哭了 说他背叛了以前的自己 说李健可能是想用这样的方式 和他还有佐佐木 来个了断 佐佐木这才明白 李健是故意的 用这样的方式 离开那个男人 也离开自己 最后 老板请了佐佐木一壶酒 祝贺他转正 佐佐木感叹道 女人真是搞不懂 但他说 他会找到李健的 看来 他还真是喜欢李健 而此时 李健已经开始了全新生活 他努力骑上了一个大陡坡 小朋友们都佩服的五体投地 说姐姐你真是条汉子 本集中 明知错误 却一无反顾 因为人类的道德 从来没什么高度 每个人的道德相差悬殊 宁教德高的普通人 不教没素质的富户 把自己控制在法律范围内 是聪明人 把自己控制在道德范围内 是文明人 所以聪明人 不一定是文明人 而文明人 也不一定是聪明人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顾兔白下次见有猴